評寄會主席朱敏健說 餐廳拒絕招待內地或講普通話的客人 可能構成殘疾或種族歧視 朱敏健撰文說評寄會過去幾個月 收到近600宗 與疫症有關的歧視查詢和投訴 舉例說有餐廳拒絕招待內地客人 是假設所有內地客都染上 或可能染上新型肺炎 可能構成殘疾歧視 而大部分講普通話的都是華人 拒絕招待講普通話的人 亦可能違反種族歧視條例 點名提到光榮冰室 只由人認為假若平機會控告冰室 就可以印證香港人和內地人屬於不同族群 朱敏健指違法的種族歧視 絕對可以發生在同一種族內 又指截至3月確診的大多數是本港居民 不招待內地人的措施